是在這裡 天中 可是你一抬起來的話 就抬高這個臉抬高 這個如書就會跟它差不多一直線 可是你一放 它就下來了 你一放的時候 你看這樣子的話 這個肩膀是不是抬起來 它髒了這個肩胛骨就上身 可是你手一放下來 它就下來了 知道我意思沒有 所以它現在手是擺著 所以擺著是這裡 阿如書在這裡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 是這樣下來 可是我現在一上來 你看 是不是就是變得很 變得挺 對 變得是一直線 對喔 對喔 這樣動的意思沒有 它還沒感覺 我感覺還是要插腰再找到 要插腰比較好找 三角點那個天中找得到 那因為你們看 看記住 所以 趕快看 身體的姿勢會改變 因為骨頭會跟著拉起來 拉起來 如果按照圖的話 你就是這樣子 所以 如書在這裡 有沒有 對 天中在這裡 對 有沒有 尖針在這裡 尖針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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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就必須要 這樣子它會更好抓的 你擺的話它就是沒有感覺 沒有骨頭的那個 沒有骨頭的那個 好 你不猜 來你們再聽好 如果是 我都不動 小長機到這邊過來 對 這個來看 這個是手臂 這個是手臂 手臂接我的肩背的地方 在這裡 這個是如書 然後呢 小長機 從這邊它要怎麼樣 接到你的 哪裡 天中 天中 所以是不是這樣子下來 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的肩胛骨 有沒有看到肩胛骨 這裡 然後呢 接著你看看 好 都放著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小長機 接下面這個側 身體的側面 這個是肩針 有沒有 肩針 你看 是不是還是三角形 三角形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三角形 好 現在把它手 彈起來 因為手一彈起來的話 骨骼就會怎麼樣 跟著動 跟著動 你才會抓得到它的肌縫 你就會摸得到 可是在這邊它會摸得到 那是肩針 對 那你看看喔 現在的話 你看 手彈起來之後 這個 手一抬起來 這個肩膀會不會移動 骨頭 會啊 就是這邊 這個是什麼樣 骨酥 好 那你看看 這個肩胛骨有沒有跟著被抬起來 有啊 就在這裡 所以你看看 是變得像一直線一樣 好 那你的肩針 在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對不對 這樣了解沒有 所以 我肩針手那麼痛 我肩針手那麼痛 好 記得 按好 是那個肩筋 好像就是要肩針穴 就是我那個五十肩 對啊 就是這三個都一樣 對 這三個 這三個都要做 我的五十肩也是一樣啊 而且要怎樣啊 把這個三個穴有沒有 你要推過之後記得 好 而且最後五十肩 我的五十肩 還必須要把這個筋 要把它給拉下來 老師我沒有五十肩 我有五十肩 你看 老師我沒有五十肩 這個這個 我這邊很緊 我現在幫我抓有感覺 對 你摸摸看來 這個我這邊很緊 妹妹你摸摸看 我的右邊的